哈囉 大家好 我是岩霸 我是大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可以最準時收到我們的訊息 還可以到官網捐款支持我們喔 然後在看影片的同時呢 也可以請大家找我看 這個小彩蛋究竟出現在哪呢 找到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 看影片囉 自從倫琴教授發現了 可以造出骨頭樣子的X射線之後 又過了一年 貝克勒教授在幼顏上面 又發現另外一種新的幼射線 相較於X射線 必須通電才會產生 幼射線呢 則是經由幼顏本身產生的 不需要任何的外在條件 所有含有幼元素的物質 都會產生幼射線 也因此 你幹嘛 七秒 下面的同學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上課不要聊天這種事情 還需要我再提醒是不是 還是我現在講的東西你已經會了 好 那可以請你告訴大家 右射線具有什麼性質嗎 右射線具有增加周圍 空氣導電性的能力 而且目前普遍認為 右射線的強度越強 空氣的導電性也就會越好 沒錯 看來這位同學有做過課前的預計 非常好 大家要跟他看齊知道嗎 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 大家下課 你看到 不知道要認真給誰看耶 哇 之後還不知道回家帶小孩出發 還是一言是誰看啊 就是不回家做家事 然後在畫老公錢來這邊讀這首博士版的 我跟你講 這女的 我不行 真的不行 今天吃青醬意大利麵啊 不是 是普羅旺斯嫩煎雞嘴白 總哪有細眠 話說今天上課怎麼樣 還不錯啊 教授人感覺還滿好的 對 我感覺啊 我已經找到我博士論文的題目了 喔 是什麼 我要來研究右射線 右射線 啊 是貝克的教授提出那個對不對 對 這個東西的背後感覺就有很多秘密 我打算呢 要先來找出可以精確測量右射線強度的方法 然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的研究了 當時瑪莉主要利用驗電器來檢測右射線的強度 驗電器中有一個金箔和一個金屬片 當把靜電導入驗電器時 金箔和金屬片就會被導入相同的靜電 產生銅線相斥的效果 而讓金箔張開 當科學家把右放到驗電器外的金屬板上時 因為右射線能夠增加空氣的導電性 所以驗電器上的靜電 就可以透過空氣傳遞到另一個金屬板上 於是金箔和金屬片上的靜電變少 排斥力降低 張開的金箔就會閉合起來 但瑪莉使用的是放射線強度應該不同的物質 金箔從張開到完全閉合 所需的時間幾乎沒有差別 無法精準看出放射線的強弱 讓它沒有辦法進行計算或是後續的研究 隨即它想起 既然右射線可以提升空氣的導電性 或許可以直接測量導電性 來得知放射線的強度 好 所以如果實驗裝置射成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透過測量電流的強弱 來得知右射線的強度了 所以接下來只要可以找到測量超微弱電流的儀器就可以了 怎麼樣輪文還順利嗎 開頭還蠻順利的啊 現在只差一個小儀器就可以開始整個研究了 喔 是喔 什麼東西啊 要不要幫忙找啊 不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也有事情要忙吧 這些我自己處理就好了 好 那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 好 我知道 我會注意了 咦 沒有這種儀器 應該說我們的儀器達不到你的要求啦 就算被右射線加強過啊 空氣的導電性還是非常的差 產生的電流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目前市面上應該沒有可以測量這麼微弱電流的儀器啊 所以是技術問題 這個嘛 要說技術我想應該是已經有了 只是 之前沒有這樣的市場需求啊 我們廠商畢竟是做生意的嘛 沒有需求我們就不會生產啊 所以我想市面上應該是找不到這樣的機器啦 好 我知道了 沒關係 我再想想辦法 謝謝 其實 你說要幫我忙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能夠被我這種高手幫忙當然開心啊 倒你個頭啦 不過我是真的理解 你是不想讓別人覺得 女性完成一件事情還需要依靠男性的 尤其是還有一堆讓你等你看我笑話 不過 你是真的覺得 你靠你自己完成一件事情 就不會有人說你閒話了 重睡的人叫我不行 試圖改變他們想法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還是想證明 女人就算不靠男人也可以有所成就啊 照你這麼說 第一個發現右射線的是貝克勒教授 要是沒有他 你也沒有現在的時間可以做 難道你要說 你是在依靠貝克勒教授這個男性嗎 少在那邊偷換概念了 沒有偷換概念是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 是只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群居社會裡無論是男性或女性 他們都彼此依賴才得以生存 而且 你是不是把我想太厲害了 我又不是說能夠幫忙 就一定幫得上忙 說不定啊 我只能幫你買個便當 洗洗碗吧 好吧 那 我就會允許你幫我的忙囉 是的 多謝老婆大人 請問老婆大人 現在還有什麼需要小的為您服務嗎 首先 先幫我按個摩好了 好 遵命老婆大人 然後再幫我去找個儀器 是可以測量超微小電流的 然後再幫我去找個儀器 我好像真的幫得上忙 十幾年前我跟我哥開發出來一台 可以檢測超微小電流的靜變劑 但一直找不到用途 所以就把它囤在倉庫裡面 自己的東西 當時最精密的靜電檢測器 是將要測量電力大小的物體 接在檢測器上來測量 當要測量的物體有電力時 檢測器上的毒素就會開始轉動 反之 則毒素不會轉動 但是放射性物質可以讓空氣傳導的電太少 所以不同的放射性物質 讓靜電劑指針偏轉的幅度相差不大 導致瑪莉無法做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 在看到皮耶發明的壓電器 可以依照砝碼的多掛來產生各種 非常微小的電力後 瑪莉想到 可以在檢測器上 接上皮耶的壓電器 透過壓電器產生固定的微量電力 讓檢測器偏轉 再利用放射性物質可以透過空氣 慢慢傳遞電力的特性 讓壓電器產生的電力慢慢被傳導掉 最後 再測量不同放射性物質 需要花費多少時間 把電力全部傳導掉 就可以知道它們之間強弱的差異 實驗結果顯示 柚元素的量會直接影響到柚射線的強度 我將柚的質量增加三倍之後 柚射線的強度也增強了三倍 由此可以推斷 柚射線就是由柚原子所發出的 也因此 柚元素的量越多 柚射線的強度就會越強 我跟你說 聽說 它根本就直接拿老公的發明來用而已 我現在不知道在拽幾點 超傻的 是 我的確是因為我上次的發明 才可以完成這次的實驗 但是那個發明十年前就已經做好了 它因為沒有用途 所以一直放在倉庫裡吃灰塵 要是沒有我 它現在就是個戰空間的東西而已 如果你要碎嘴 不如你也可以去找一個 現在沒有用的發明 再來碎嘴啊 如何 如何 馬力絕里 你之前不是說 右射線的強度跟右的資料 有直接的關係嗎 那你要怎麼解釋立心礦石的狀況 我之前拿立心礦石去做研究 結果跟你說的完全不一樣啊 你研究是不是亂做的啊 好 沒話說了喔 我看啊 你根本就是仗著你老公 是科學的 那我就說我今天請站 蛤 什麼 皮耶 大發現 立心礦石當中的右射線的強度 跟他所含的右的質量 並沒有成正比 而且比他應該有的強度 還要強更多耶 喔 依照你這麼說 右射線應該都是右元素放射出來的 所以你發現這像很不合理 對 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就是 除了右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 在釋放右射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右射線應該就不能叫做右射線了 畢竟也有其他不是右的東西 可以放射出這種射線 對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可以統一叫它放射線 但重點是 如果我們可以找出是什麼東西 在發出放射線的話 就等於發現了全新的元素耶 聽起來不錯 你有什麼想法嗎 想法是有但很笨 我最愛聽你的笨想法了 分享一下吧 我打算呢 要利用不斷提純跟結晶的方式 去除掉利青礦石當中沒有放射性的物質 然後再排除掉右 這樣最後剩下的就是那個神秘的新元素了 哇 這聽起來是一個大工程 嗯 不管是要購買利青礦石的錢 或者是後續加工的機具 還有提純用的容易 這些都不會是好處理的問題 這樣啊 所以 你願意幫我嗎 明天照片 請 拿下 流霧 中國 都 沒有 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